嗨大家 有看到我這盆漂亮的藍雪花嗎 我今天要分享三個技巧 讓你家的藍雪花也可以跟這盆一樣漂亮喔 那第一個呢是澆水 那藍雪花其實不需要太多水 但是我們要怎麼澆水呢 那澆水可以準備這種有細長的澆水壺 那澆水的地方呢 一定要從這個圖表開始澆水 然後呢一次要澆很多很多 確保每個地方的土都是濕的喔 那第二個技巧呢是施肥 那施肥的話可以準備像這樣的剪刀 然後往圖裡面戳一個洞就可以了 那戳得洞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剪刀把土去挖一個洞 挖完洞之後呢 可以準備這樣的肥料 這樣的顆粒肥 這樣的肥料可以持久性比較好 可以讓你的植物隨時都有肥料可以吃 然後就把剛才這個肥料倒進洞裡面 然後再稍微用剪刀呢 把這個肥料跟土均勻拌起來 這樣就好了 那第三個技巧呢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修剪了 那藍雪花會有幾個絲條呢 它特別的強壯 那我們就是要把這些特別的枝條 強壯的枝條把它剪掉 讓養分可以供給給其他的枝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藍雪花我把它稍微轉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最強壯的枝條呢就是這個 這個高度特別高 還有這個枝條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做個修剪 然後怎麼修剪呢 就是可以找這個葉片呢 葉片上面的這個枝條呢 這個地方把它剪下去 然後這個一樣 葉片上面這個枝條的地方呢 把它剪下去 那剪的時候可能要小心一點 這樣 好 這樣就可以了喔 那以上就是 藍雪花照顧三個小技巧 那如果你follow這三個小技巧 你家的藍雪花也會跟這一盆一樣漂亮喔 好